大家好,我是幻星 今天我们带来司马朗的测试视频 当然在做这个视频之前 我对我以前的测试视频进行一个更正 我记得做刘成的测试视频 说刘成是一个新手不太适合使用的武将 但是他是可以玩 但是新手会和老手使用差别 这句话是对的 但我第二句话 他的档次应该跟郭图是一个档次 这句话我要更正一下 流程应该是值得入手 并且他的档次要比流程高 稳定的回合内多杀能力和过牌能力 只要你发动战决 你不管是失败与否和成功与否 你肯定是有过牌能力 成功了并且有回合内的多杀能力 这个档次的话已经完美的 就是他的战决的触发的成功率 已经是完美的符合了我们神将三定理的 所以他是一个值得入手的武将 而且武将的档次应该是不弱的 只不过新手一定要注意战决的选择目标和失落 包括怎么怎么样跟队友配合什么都要考虑 这个我要更正一下 那行 那个更正的上次测试视频的评价 我们要做一下斯马拉 斯马拉两个技能 酸血两技能 第一技能军兵 就一名角色阶段 一名角色的结果阶段开始 若其手牌小一二 小一二就一张牌或者空手牌 岂可摸一张牌 若如此做该角色把所有手牌交给你 然后你把等量的牌还给他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对方达到了零手牌一手牌的时候 他可以发动军兵 军兵的话都摸一张牌 然后再把这些牌还给你 你再还回几两张 等于说帮队友产生一个手牌质量非常少的时候的一个毕业的效果 亦或者是对敌人 把它调整他防御手牌把它弄什么 但是军兵的发动的选择是由对方发动的 那就是说军兵 当对方不愿意给你发动军兵的时候 你是没办法发动军兵的 那就对敌人来说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敌人我这张手牌无所谓 我可以弄发动一下当毕业了 你就算给我个质量比较差的 帮你重铸一张 那我也是能赚到一张牌的牌差的 对吧 起码我多了一张 这个技能就非常的废了 当然一般情况下跟队友配合 那有时候敌人会发动也是为了赚你的牌 反正军兵是由对方来选择的 这个技能我就特别不特别不理解 我也跟海军大神说了 你起码你让自己发动呀 你让敌人发动 那你人家让你看你能创造出什么收益呢 第二个契级就是一个当你受伤 你可以弃致X张牌 X令至多X名角色受伤的角色恢复体力 当然必须用红色的 用黑色的话你失去一点体力 就等于黑色你起码你得给自己弄了 要不你等于白白掉一滴血了 这个是这个一定要注意 契级当你受伤就你血的时候给 必须是回合那给两个人对吧 如果你只有一张红牌 那你必须就用一张黑了 那你肯定是要失去一点体力了 具体就是说当你一滴血的时候 必须给两个人 不要说想的我就给一个人得了 我我卖到一血我给一个人 主要是一个恢复性 打残局还是可以 就是这个回血 起码能产生一点点回血的作用 总的来说这个武将不强 而且我也不推荐入手 就是两个技能都没有特色 对吧 就是有很多技能一看就比这个技能效果要好 其次的话 收益都不可能百分之百震 当然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局 但是这个你收益是不能保证自己是百分之百 震收益的 那行这话不都说 我们通过看视频来看 好吧 这是一把忠诚 这个是我们做测试评 所以选择了一个忠诚 而且是无脑选的 当然有时候 选一主酸雪中 测试评 这局是我第二局 还是第三局玩司马朗 第二局玩司马朗 我不能保证这个司马朗打得非常对 我只是为了做次的视频 帮助大家阐述一下这个武将的效果和作用 不能保证说这个局势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而且司马朗到神域中的确也不太合适 其中神域万剑 那就我们这手牌效果还可以 起码旁边有反折的话 可能让他死得更喘 李蒙直接克己啊 李蒙可能是个内奸 这边直接去杀内奸 因为我实在是不像一个反贼 他要是反来杀我的话 他就可以当做跳忠诚 那大家可以看见我先去击回血 如果能在 当然有的朋友会说 可以去击这张伞 然后换一下联弩 就直接聚兵就过牌 但这个伞是挺有作用的 咱回合派是没有防御性的 所以没必要那么拼 看下太尔茨 太尔茨天翼那说明跳忠诚 如果这波能打出效果来 直接带走忠尧的话 我们就非常赚 但很可惜太尔茨拼点 可能就是没杀 就是单独当天翼拆张牌 效果 因为这一张K点 他带出来拼输了 要是杀多的话 他肯定这个K点就弄出去 就拿K点来添移 身份是齐了的 这边拆下左手的减一 拆下我的手牌 行御是出不来了 但是这个还好 这里萌直接觉醒 气质 这是桃吗 是一张红色 红桃的杀 他还想考虑的是 反观一张中瑶的牌 但是这还是气质 其实考虑可以反观 他肯定是没闪 他中瑶再杀他一刀 我觉得他有点想到 这边我反正是要去急的 所以留着闪 看一下情况 这个更激动 这边掀开无中 这个无限 刚才中瑶是用决斗火墨 这个无限打得十分十分的不应该 这个决斗是明的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无限那简直是太屌了 这个回血决斗刷牌 可惜刷的牌很一般 因为已经造成伤害了 所以没有佐定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军兵 将为决斗 这是想通过 他们三连再加上假许的玩杀 强秒行运 主持又 又那什么 又被翻面了 而这个时候 而且情侣也有点危险 进入了一个 那个假许玩杀的斩杀线 但是还好 假许也没敢抢身攻 他因为觉得行运手牌比较多 我继续的失败 因为我有联络 这边行运的牌比较好 他也没防预测 直接一波 我直接把桃子和那什么 南蛮留下 我也许还能回合那刷牌呢 把桃子还给行运 防那个假许玩杀 早知如此 最好的机会 还在等着我 妙笔在手 这波 这波九杀倒也不怕 反正我也知道 徐印那边有逃 他肯定是希望 我能创造出效果的 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轮 这就是他拿了一张杀 他就想占一张排叉 但还好的是 我们能把全部的杀给回去 这边先打一下 这样子就没锁定了 要不我的顺手也用不出来 先杀一下 弄不死 我还可以开万剑 这边肯定是一张杀 那边拆一下 手牌 一会放南蛮 能不能把蛮虫也弄死 而有的朋友说 这主攻怎么办 我们还有一个技能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那就是去疾 这边我也不想放了 因为那个 压了一刀蛮丑 反正有的朋友说 吃一张桃 这个桃还是留一下 避免主攻被秒了 南蛮再留一下 没必要去发动军兵了 这个无所谓 做死死了 做死这波是没什么效果 这个就是强赚我们一张牌的效果了 当然给了一张乐 就是等于说重铸 给了一张 联络我们也知道 大手牌会可以防防预测 而这边加息 继续不敢动 他也肯定也没什么办法 我愿意敬畏而为 为我所用 一缓至极 无战驱兵 这个驱虎打的效果很一般 反正也没什么作用 当然他就是想限制 加息一张牌 哎呀 就是我这样 这个桃也没有了 但是肯定是要留一下桃大 比如说就是这旅盟 你就怕寻死吗 对面只有强推主攻 这主攻的桃也只能防着假雪 其他人的话肯定了什么 所以这个桃无所谓 反正我没有去急 他拆就拆掉了 起码留的安全 让江维满宠 没有办法去把寻衣打死 这边这边是个名的联弩 这一波有一个 在直播的时候 有一个出版上的区别 先去急 给捷命空间 杀一刀 放弹蛮 有的人说为什么不先乐 这个是为了打蛮虫血 他是一张名的联弩 吓得蛮虫都不敢预测了 因为他不想让我过牌 那不预测 我们这个乐留下来 也是可以的 这个可以挂 这个是可以发动军兵的 但是我就说 一直不想挂出距离 把二也能当作去虎留的 对吧 但是这一轮是的确可以发动军兵 这个可能就是队伍要不太熟了 不过反过来说 留个去虎也行了 这边又强势转一下我们的排差 我给了冰凉和杀 防止我们行有距离杀死他 并且这个五点 现在就能体现出作用来了 就能去虎干死 不是啊 现在只要寻遇能保住自己 不要被假许玩杀掉就行 别的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每回合能卖血就卖血 卖完血就帮寻遇回血 这个寻遇也是吃个桃 给了一闪一九 并且留了个桃源 就是这样子的话 能打死人 我们还得开桃源更稳当一点 好这放到排队底下反观我一张 好这我能卖血就卖血 要亮一亮简单的颜色 这吕蒙这强行的 因为刚才有个桃源 我们稳定能去击两张牌 所以那个桃源我就直接费这个血流 多留一张闪防止王杀 然后吕蒙这边 强行的要去帮我发动一下军兵 这个军兵就当时这个军兵是这一轮军兵最难的一点了 这个你还牌要考虑到桃源要不要对吧 那个酒给不给 但一开始我想的是给桃源酒 其实就我想想 但是就这波直接联动打死吕蒙吧 我就给了吕蒙两张没有防御性的牌 这是等于他白赚了一张牌 他就根本没损失牌 所以等于多多白 他留了一张沙嘛 完了那个 留了一张沙 多多赚了一张桃源 这就军兵就是副手艺 但是我们有思路的不给他 但是也是还好 这边直接九杀 爆的冥冥闪 因为是我给回去的 并且军兵一下 寻玉跟我联动 把吕蒙打死 进入二位一 其实进入二位一 我们基本上稳了 这加息根本没什么能力 对面太乱 然后这边出联路 拆楼的人王死了 但是这边单挑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他已经开过大了 两百版就是神装的问题 这波基本上把斯马朗的技能 当然有些技能的使用还是不太地道 因为这的确第二盘玩斯马朗 当然我们基本上能看到竞兵的效果 以及去击的效果 本论也是把去击当主 当主技能去用 产生了这个 产生了这个效果 从而是保住行御 没有被反对推死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个武将并不是特别强 不要被 他的长相所迷惑了 你的购买的选择目标 最终获得比赛胜利 这一局 大概就是斯马朗的表现 应该算表现好的 其实这都忠诚都不适合 但是还好是能回血 帮助行御往后撑 当然你可以说行御强 但是这个武将的确是 你如果论 你说有逼乐吧 你还不如貂蝉稳定 而且还可能被别人去使用 能产生这个 让别人更有效果 那你第二点呢 是 第二点 那个回血 你回血 你虽然相合 虽然相合 那个 画图都比你稳定 而且你去击 你还有卖血的问题 你回合外没有防御性 你卖血比 酸血本来就挺危险 你又没有回合外防御性 的技能 你卖血了也有危险性的 同时 你还有副手 你不能用黑去挤 当然有时候你逼得去用黑 也正常 就一血的时候 你为了给队友回血 你用黑 完了给自己 给队友 也能产生作用 但是你们就效果就一般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怎么说 对这个武将的定义吧 反正我个人是不推荐入手 谢谢大家 今天司马朗的测试 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新年再见